我真服了这两个老六 我就说嘛 塔夫这款游戏 心脏不太好的兄弟 一定不要玩 是什么样的一具游戏 能让凡子在几分钟之内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这具游戏 实验室 本来是来做 机械师灯塔之药的任务 找两个MCB电路板 开局复活点 是在地下负一断腿房 开局之前说好了 剪刀电路板 就赶紧跑路 但是 这种复活点 谁又忍得住 不去看一眼黑卡呢 虽然说每局都在死 但是 还是蛮高兴的 虽然说每局都在死 但是还是蛮高兴的 那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 我直接被堵在黑卡里 出都出不来 当时在黑卡里 慌的一批 然后再疯狂拿信息 听着双扇有一个 黑卡后张有一个 实验区广告牌那边 至少有三个 那加上我 那不就是六个吗 就这样 黑卡防守战 它开始了 卧槽 我刚才改这台枪的时候 好像头上也有 周围至少 他把四到五个人 兄弟们 很多 我刚才 我刚才抬枪的时候 我听到我头上有人开枪 双扇还有人开门 然后左边有三个人 至少他们六个人 我感觉 双扇有 双扇有 听见没 后杖还有 你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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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我不出去了 你们打 把能带走的赶紧带走 真的 能带走的一点不留 我那边 秤 乌 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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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啊 看起来 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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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卡防守战 以帆子的胜利完美结束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兄弟们问了 视频开头不是说的 你几分钟之内经历了大起又大落吗 那现在光看到帆子大起了 但没有看到你大落呀 兄弟们别着急 接下来你们将会看到塔克夫这个游戏中 也是我玩塔克夫这个游戏这么多年来 碰到过的最纠集的老六 现在强行提升技能是可以获得MAX效果的 我现在感知是25级 强行提升一波 加多少级感知 30级感知 Let's go 好 55级感知 再加上那个听觉范围超大的耳机 我现在就是人形雷达 有一点风吹扫动我都听得到 找找另一个人吗 找呗 找 这怎么还用的呀 啊